他要挑战用52个氦气球飞到8000米高空 实现女儿的幻想 为了这一目标 他足足准备了两年时间 没想到过程中 却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 挑战第一部组建团队 他找来气象和跳伞方面的专家 来协助他完成挑战 女儿是5月2号的生日 于是他决定用52个气球升天 但这根本不足以支撑他的体度 所以他们使用了特制气球 但升空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风险 就比如缺氧 极寒等情况 但对他来说 最危险的其实是如何安全着陆 为此他专门去学习了跳伞 进行了系统性训练 一切准备妥棒 挑战就开始了 他穿上特制服装 和9岁的女儿告别后 拽着52个氦气球准备升天 他这一曲 接下来的操作 让地面工作人员崩溃了 刚开始升空速度比较慢 他丢掉一些负重 很快就来到了1500米 在这个高度持续了一段时间后 他再次丢下一个负重 气球继续攀升 很快来到了5000米 这次的预定高度就是5000米 来到这个高度后 就要准备平稳降落 但他发现自己还能够突破更高极限 决定继续升空 工作人员都表示不理解 因为这不在计划中 会出现很大风险 他随后又丢了一个负重 正以每分钟120米的速度爬升 很快高度就来到了6000米 在这里悬停一段时间后 他决定把最后一个负重也丢掉 很快到达了7500米 已经到了临界高度 必须使用氧气瓶才能呼吸 如果继续上升的话 气球随时会爆炸 地面的工作人员提醒他 开始准备降落程序 就在这时 降落伞却卡住了 大家瞬间紧张起来 好在最终把降落伞拉了下来 检查了一番没什么问题 在确认了降落点后 他解开安全绳飞速下降 来到预定高度 打开降落伞 一切看着都很完美 最终挑战成功平稳落地 完成了女儿的幻想 只需要把手按在百万美金上 最后一个把手拿开的 就可以获得百万奖金 这是国外土豪哥举办的不能动挑战 没想到过程中 竟然还有人尿了裤子 四位挑战者信心满满 有人表示起码坚持一星期 还有人说今天就算把手卡了 也要拿走这一百万 黄衣服小哥微微一笑 全程啥也没说 很快一小时过去了 他们看起来都很轻松 来到第三个小时 仍然没有人放手 普豪哥准备给他们增加难度 挽起了剪刀石头布 结果没人上钩 接着朝他们丢饮料 也被轻松躲过了 就这样又过去了六个小时 四位挑战者已经有些疲惫了 普豪哥决定给他们投喂食物 但只能用嘴来接 接不到的就要戴一小时头盔作为惩罚 然后他们都被戴上了头盔 简直雪上加霜 很快九个小时过去了 终于有人憋不住了 黑衣小哥就尿了裤子 简单给他处理了一下 挑战继续 一夜过后查看监控 发现了第一个犯规者 红衣小哥下意识把手抬起了一秒钟 只能提前出局 挑战继续来到了第十九个小时 为了给他们加油打气 普豪哥请来了家属 此时距离挑战开始 已经过去了三十二小时 他们快要失去意识了 赶遭淘汰 现在挑战者只剩下了两个人 都想要成为百万富翁 黄衣小哥已经开始规划未来了 赢得比赛后先买个大房子 再给老婆买个大戒指 黑衣小哥表示要开一家餐厅 再把剩下的钱给父母 让父母安详晚年 时间来到三十六小时 黑衣小哥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 不经意抬起了手 他心存侥幸地放了回去 这一幕被黄衣小哥看得一清二楚 没办法黑衣小哥也出局了 只得到了三万美元的安慰奖 坚持了整整三十六个小时 黄衣小哥成了最后赢家 得到了全部奖金 在一片荒山中 隐藏着一座二十二层的高级酒店 号称是亚洲最恐怖的酒店 酒店常年被烟雾轮罩 外墙还有大片的红色印记 显得异常诡异 虽然看起来荒废了很久 但其实还在营业 据说在周末房间都会订满 不知道住的到底是人是鬼 网站上还有很多负面评论 让人看得毛骨悚然 很多人就留言劝告 千万不要住这个酒店 否则会后悔的 小哥不信邪 决定来探险 酒店位于马来西亚 通往酒店的路迷雾重重 报废汽车随处可见 显得非常荒凉 然而路边硕大的酒店只是排 却显得非常新 处处透露着诡异 而且越靠近酒店 手机的信号也开始变差 来到酒店顺着楼梯往上走 才发现进入酒店的通道都被封上了 找了半天 找到一部电梯 但按键完全没反应 奇怪的是 电梯的楼层数字却在快速变化 也不知道谁在控制 最后小哥通过紧急出口 来到了酒店内部 一切变得正常起来 出现了一条购物街 人也多了起来 他找到了一个店主咨询 店主说酒店旁边有个大赌场 很多人都在那里输得倾家荡产 有些人回到酒店 就会选择跳楼 所以这里怨气很重 确实发生过很多灵异事件 有时晚上能听到孩子的哭声 小哥决定在这里定一间 亲自感受他的鬼迷 回房间的路上 看到一个长期上锁的房间 门上还贴着一个奇怪的符重 酒店人员说这间房子被诅咒过 发生过很多超自然现象 没事尽量离他远一点 来到自己的房间 他还煞有其事地敲了三下门 进入房间发现 装修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但怪异的是 床头竟然装了个镜子 虽然在22楼 阳台却并没有封死 向外看去一片雾蒙蒙的 外墙上一片片的红色印记 看着好像是血迹 酒店人员告诉他 红色印记虽然看着恐怖 但并不是血迹 只是因为潮湿 生了红色苔藓而已 来到晚上 酒店零星亮起了灯 气温开始骤降 睡到半夜 他直接被冻醒了 也许是因为风太大 阳台上的门被吹得一直叫 就像有人在房间吹口哨 不断吸引他去阳台 小哥说不知为何 站在阳台上 总有种想往下跳的冲突 为了保密 小哥没敢再睡觉 如果给你一万块 你敢在这里睡一晚吗 这里的女人体重不到200斤 根本嫁不出去 瘦子在这里会被嘲笑 村里男人的梦想 就是能娶上一个200斤的老婆 采访过程中 男人们还说出了一个 流传千年的奇怪习俗 更让节目组傻眼 这四位就是当地女神 一个比一个胖 追求者也一个比一个多 她们是准备竞选村花的 竞选标准是要超过200斤 她们吃完饭就要称体重 第一位体重210斤 刚刚及格 第二位体重268斤 还不错 第三位体重284斤 很有竞争力 然而现在的村花表示不服 小心翼站上体重级 生怕踩坏 果然 体重计在显示428斤后 直接黑皮 不过呢 她现在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 出于好奇 节目组采访了村里男人 结果大家都说自己就喜欢胖了 越胖越爱无法自拔 还说这种习俗已经传承了千年 胖老婆能彰显自己的成功 可以到处炫耀 她们这里兴奋一句话 老婆要娶胖胖的 生活才会旺旺的 接着大家来到村里 有名的模范夫妻家里 一进门就看到女人在睡觉 丈夫小心翼翼地把妻子叫醒 贴心地给妻子涂抹爽身子 女人说结婚16年 丈夫一直都是这样宠自己 感觉自己就像小公主一样 还说自己结婚前瘦巴巴的 一点都不好看 啥也别说了 直接上秤吧 294斤 果然是标准的美女身材 女人又给大家展示了自己的衣服 看着异常肥大 女人却说 这是为了凸显身材的紧身裤 穿起来一看 确实很凸显身材 女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饭睡觉看电视 最常说的话就是 饭做好了吗 丈夫听到就要赶紧去做饭 说娶个老婆不容易 关键还娶了个这么漂亮的 自己的老婆肯定要自己偷 很快丈夫端来了饭菜 给妻子盛上一盆 没一会米饭就见了底 酒足饭饱拍拍小肚男 赶紧补个午觉 洗碗这种小事肯定是老公的 妻子只负责胖就行了 女人还告诉大家 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诀 就是要多吃米饭 因为米饭属于碳水化合物 可以很好地维持身材 为了方便妻子出行 丈夫还贴心地打造了专属座位 等妻子上车后 没成想油门踩到底 车子却一动不动 丈夫把车推到平坦路面 车子才勉强走了起来 在路上老公洋洋得意 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老婆 可以看到 村里像她这样的改装摩托 还有很多 一般都说明 家里有个200斤以上的老婆 这是身份的象征 离开宝马奔驰有面的 豪华一点的 还会安装个遮阳顶 大家不禁感慨 难道村里就没有一个瘦子吗 随后在村里找了半天 终于看到一个很瘦的女孩 女孩显得很不自信 一打听才知道 至今没交过男朋友 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龄圣女 一旁的父亲都愁坏了 说只要嫁出去 不要猜礼 赔价一百万 即使这样 仍然没有人上门 为此她感到很自卑 可偏偏自己怎么吃都吃不胖 还差点得了抑郁症 节目组当场做起了没人 要给女孩介绍对象 把街边的一个流浪汉拉了过来 流浪汉看到女孩后 连连摇头 说自己的理想型是胖胖的 说完直接转身就走了 更让女孩心里不平衡的是 自己的闺蜜 却是个标准的美女 追求者众多 这部闺蜜刚回家 家门口就出现了三个追求者 其中一个已经追了两年 他们在门口蹲守半天 只为看闺蜜一眼 一直待到深夜才离开 还说明天再来 看得出来 闺蜜也很享受这种 重心捧月的感觉 所以美的标准 从来都不是唯一的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自己喜欢最重要